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你還記得我們上週抽那個彩虹小馬NFT嗎? 沒錯 然後這一週也是要來抽FT 只是呢 這週抽的是NBA的球員卡 NBA? 對,它是NBA官方認證的 而且這個平台連Michael Jordan都有投資 這平台叫NBA Top Shot 那他就是专门卖一些有关NBA的球员卡 但他是moment 就是他是影像 然后转成NFT来贩卖 就像可能以前老一辈 玩的那个球员卡一样 你去买那个卡包 然后把它打开 里面惊喜无限就这样 那像最近比较 比较有名的就是 Jimmy Butter Jimmy Butter Jimmy Butter 不要不要在那里强调你个人爱好 Yo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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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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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比较有名的就是 有一张James 的灌篮卡 以560万台币成交 他最后卖出去是560万 那他卡包呢介于 你抽卡包买到的那个卡包 介于9美元到200多美元之间 就是几百块台币到 六七千块 那你有可能抽出来的是一栋房子 就是五百六十万元的 那个 Jems卡 所以这 哇很刺激啊 很好玩 加上本身我们就很难演别 所以这一定要来玩玩看 然后 至于 其实呢 他现在这个官网呢 对台湾 对华语地区是不开放的 但是有方法去 绕过他 那 相 相关 仔细的教学 我会放在 下面资讯栏的地方 我大概讲一下就是 因为他会封锁 华语地区 所以你要先 就是简单的VPN 把自己VPN到美国 你就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那另外呢 他使用的 交 收币的方式 收钱的方式 可以用信用卡 或是 链上转虚拟货币 可是呢 信用卡的话 他又有 好像有地域限制 所以我自己是使用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 如何进 那个 入金到 转账到自己虚拟货币账户 这 我下面留言的教学里面也会有 好 好 那 这里呢 我们就来先抽一个 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是 300 发行了300多张的 这个 LeBron 三分球卡 售价是可以卖到1000多美 然后我这里先弄到一包 新人限定的 新人卡包 最基本最基本款 这一包是九美金 要抽了吗 对对对 那你可以看到右上是我选 他可以选你支持的球队 我是选金快队 你为什么没有选热火 Yokich Yokich 被淘汰 哈哈 好 那这就是我 买到这个 酒園的新人限定卡包 他是只有在你 没有开过任何一包卡包的时候 才可以买到这一包 我猜是Junior 那这一包里面会有三张 我们现在准备来做开卡咯 Junior Open your pack Jun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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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 有吗有吗 会不会是我不认识的人 那我也没办法 来 我们来看看你认不认识 基本上九元 有认识就要偷笑了啊 先看发行量 多少 嗯 上万是吗 哦他是Bobo啊 金块队 可能是因为我选金块 支持金块队 所以他先送我一张金块 可是这 好吧 可以啦可以啦 Bobo也是满可爱的 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很可爱了 没错他是现在MBA最高的球员吧 然后这张卡的发行量是四万多张 所以这个转卖的价格大概在一到五美元 我估是一两美元啦 那个球队衣服好像阿华田的颜色 那个是雷霆吧 那个是雷霆吧 好抽到一张发行量四万加的CC烂卡 但是是Bobo灌篮 蛮帅的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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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这是谁 4月30是什么意思 才刚选进来的吗 不是他那一天的画面阿 他那一天比赛的画面阿 嗯 最神奇的是 他是这个球员的灌篮卡 然后他是骑士的球员 然后他那一天输球耶 哈哈 你很坏耶 他没抽到有价值的 好歹也抽到喜欢的球员嘛 Junior吗 Martin Martin Junior 不是你喜欢的那个Junior 哦 谢谢 谢谢 而且他那天也输球 太搞笑了吧 疯狂 结果反而第一张Bobo是我们唯一认识的 是只有你认识 我认识 Bobo大家都认识好吗 蛮好玩的耶 好那之后我们 可能会拆更多的卡包来跟大家分享 有兴趣的呢 可以订阅我们 那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